36G,如果必须让你选择中一G,你选哪一G? 那我肯定选美人G了 在五代时期,后洲的一位外交大使就是中了美人G 与其说是中了美人G,不如说他是主动选择了美人G 500年后还被唐伯虎来了个隔空偷拍 画了这幅陶古赠词图 也成为了陶大使最想删除的照片 陶古是后洲时期的汉林院学士城址 就相当于是皇帝的秘书长 负责帮皇帝出谋画策和起草诏令 有一次他奉命出示南唐 因为南唐是小国,国力弱小 而陶古是代表后洲,天朝上国 自然就不把南唐放在眼里 经常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正认君子的姿态 非常傲慢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装逼 负责接待他的就是韩西仔 给他安排着豪华的官方招待所 好吃好喝的伺候着 可仍然改变不了他的傲慢态度 于是韩西仔就让招待所的人留心观察 找出他的弱点 好设个圈套整整他 话说这位陶大使 他可不是真清高 其实就是闷骚 他可不是不想要 只是怪你猜不到 于是陶古就在招待所的墙上 写了十二个大字 西川狗百姓眼马包儿御厨犯 招待所的人也猜不到是啥意思啊 就赶紧报告给了韩西仔 韩西仔一看就明白了 这是个字迷 独眠固管四个字 陶大使这是寂寞了 在这发骚呢 行了 找到了冰根就可以对症下药了 然后呢 韩西仔就派了大哥星秦若兰 扮成招待所所长的女儿 潜入到招待所 每天在所里面晃荡 扫扫地洒洒水的 穿着比较破旧简单的衣服 头上带着竹子做的发拆 总之呢就是非常朴素 这样打扮啊 一是符合角色身份 不容易让人起疑 二是呢 可以和秦若兰的美貌 形成强烈反差 一看就是茅草窝里的金凤凰 更能让人印象深刻 激发像陶大使这种 证人君子的好奇心和保护欲 就像二战时期的美国军官 麦克阿瑟 天天叼着一个 用玉米鞋做的烟斗 跟他的形象形成明显反差 让人见一次就忘不了 你看 韩西仔可是很懂人性的 这一下陶大使可就不淡定了 原形毕露 就使出了那一套 劝十足少女从梁 骗梁家妇女下水的老套路 主动上去搭讪 要个电话 加个微信啥的 以为是猎人打到了狐狸 可谁是猎人 谁是狐狸 还不好说呢 秦若兰一看 来活了 正式开始工作 你想啊 秦若兰可是皇家共享大歌星啊 吹拉弹唱 伺候酒局 那是基本工作技能 没多久就搞得陶大使意乱清迷 神魂颠倒的 俗话说 流氓不可怕 就怕流氓有文化 陶谷一开心 就当场做了一首宴词 春光好 送给秦若兰 好因缘 恶因缘 奈何天 只得游艇一夜眠 别神仙 琵琶拨尽相思调 知音少 戴得鸾交续断弦 是何年 秦若兰一看也是非常感动 于是就充分发扬李万基的工作精神 当晚就加了个班 和陶大使共度凉宵 第二天 南唐皇帝李景 设宴招待陶谷 陶谷还是用鼻孔看人 装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正人君子模样 然后李景就说了 那咱们来唱个K 祝祝兴吧 于是大歌星秦若兰就闪亮登场 而且唱的歌就是头天晚上陶谷写的春光号 这下让陶大使面红而赤五地自容 当场射死 再也装不下去了 端起酒杯疯狂喝酒来演示尴尬 直到最后吐了个满堂彩 后来回国的时候 这首艳词就已经被传遍天下 到处都在传唱这首春光号 搞得这位陶大使一路上都抬不起头 而且还被嘲笑了上千年 不信你就看唐伯虎在这幅画上的提示 一朽因缘逆缕中 短词聊矣使霓虹 当时我做陶城旨 何必尊前面发红 那有人可能就会说啊 陶谷不是庄 而是为了维护大国尊严 那我们来看看陶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从小就很聪明 记性很好 精通精实子极 但是人品却不怎么样 他原本姓唐 后晋时期啊 为了避后晋高祖皇帝石敬唐的名会 改姓陶 刚开始是个地方小官 后来得到了宰相李松的赏识和提拔 后晋被弃丹灭国的时候 他被挟持到辽国 后来又回到中原 投败了后汉 再次和李松同朝为官 在李松被陷害而遭到满门抄斩的时候 他还落井下石 极力撇清和李松的关系 再后来他才到后州做官 960年赵匡印发动陈敲兵变 黄袍加深 夺了后州的黄泉 威逼小皇帝财中勋 扇位给他 小皇帝也同意了 可这时候赵匡印才想起来 还没有准备扇位诏书 就在赵匡印正尴尬的时候 只见陶谷走过来 从怀中逃出早就写好的扇位诏书 赵匡印大喜过望 但同时内心也对他充满鄙视 后来陶谷中期一生也没有得到重用 陶谷这种人可以说就是个墙头草 从来都是不分对错立场先行 并且他的立场只是对自己有利的立场 而并不是真正的忠君爱国的立场 表面上装作是为国为民的正人君子 其实不过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已 真正忠君爱国的人 应该是像唐朝魏征那样感言直见的人 放眼历史 这种人终将成为历史的笑柄 感谢您的观看 请顺手点赞关注评论转发 谢谢